量子学家他们的结论是 念头主宰一切 念头的力量可以摇动天宫 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现在人身体不好 这是 许多报告都说了 我们在这个资讯里面看到的 普遍中国外国都一样 现在这些小朋友小孩 体力跟上一代比的时候差非常远 他们没有耐力 精神意志不能集中 所以学习东西的能力很差 什么原因呢 心态嘛 心态要转过来 就好了 那标准是什么呢 在中国传统学书里面 跟大乘佛法里面 就是信德 随身信德 没有一样不好 违背了信德 麻烦读出来了 中国人的讲信德 那个根 是孝敬 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 佛法 我们在三福 三福是 大小乘佛法 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同一句话 孝养父母 第二句话 孝养四四掌 对父母是孝啊 对老师是敬啊 孝敬两个 事出事发 德行的核心 这两个字要有亏呀 你的根上有了问题了 你怎么能长得好 怎么用功 怎么发粪 怎么样去学习 都有限 你能成长 你不能长得十全是美 这个根太重要了 这是中国人讲的 孝道跟思道啊 现在在这个时代 没了 大家都疏忽了 所以底下这一代出问题了 全世界都疏忽了 统统出了问题了 这个是麻烦扩大了 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了许许多多的 奇怪的疾病 古时候没有的 现在很多奇怪的疾病 带来了地球 带来了地球 许许多多的灾难 也是过去说没有的 前几天到罗马 到意大利 去看那个庞贝城 那为什么要去看他呢 这个城 在2000年前 他附近有个火山 火山爆发了 被火山挥 因为他距离火山 一七公里 火山的那个 那个 没有 这个这个 火山流出来的这个 火焰没有烧到他 灰尘 火山灰 被风吹到那里 是落在下面 像沙尘暴一样 把整个城 埋下去了 时间大概只有几秒钟 这个城市里面很少人掏出来 几秒钟就毁灭了 那城市高度的文化了 灾难 只在瞬间呢 就没有了 昨天 有个同修 送了一份东西 来给我看 发生在澳洲 Boss 一场冰暴 损失非常惨重 这爆的 突然起来的 一个大灾难 从前没有经历过的 冰暴多大呢 差不多像高尔夫球那么大 房子全砸坏了 车子全砸坏了 几个小时 街道上都漫了水了 汽车全部在水里面都泡了 车也砸碎了 损失非常惨重 现在这奇奇怪怪的灾难 突然间来临 非常可怕了 到底为什么 量子科学家对我们有解释 解读 末世语言 我有个简单的解药 最重要的东西 几句话揭露下来 供养大家 是我们的心里有问题 所以还是中国古人讲的话有道理 行由不得返求自己 返求主体 所以他说种种人身体 有毛病 不正常 是我们心里 我们居住环境 这个地球出了状况的时候 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 那奇心动念 违背了 出了问题 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他讲的话我们懂 为什么呢 山河大地 他有意识 日本江本波斯的试验 谁是矿物 谁有寿乡行识 花草树木 也有寿乡行识 山河大地 也有寿乡行识 我们念头震 他也震 我们念头邪 他也邪 一个道理 我们要震 念头震 你看经上讲的地神 煎牢地神 那我们念头邪呢 煎牢地神 就变成了松散的地神了 就很容易 踏房很容易垮掉了 山很容易就倒掉了 就有这种状况 所以 量子学家 他们的结论是 念头主宰一切 念头的力量 可以摇动天宫 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时候一直都没有发现 佛教经典是常常讲 念头主宰了一切 所以我们念头一震 身体就健康了 精神就来了 欢喜就来了 不要天天的去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看这个不对 看那个不对 那是自找苦吃啊 谁不对啊 自己不对啊 别人没有不对的 所以佛菩萨厉害 佛菩萨能够的时候 保持住他的正念呢 那就是古人的一句话 若真营修道人呢 不仅仅世间过 世间没有过 我没有过 我没有看到世间过 看到世间过 我有过 我才看到世间过 世间做坏事的那些人 那他有过吗 他没有过 为什么呢 你要晓得他为什么做坏事 你就明白了 恍然大怒了 他有因 他还有果 所以真的明白了 六道里头 三善道 三善道 三卧道 你就平等可待了 为什么 消业的嘛 你修的善业 送你到三善道去消 你造的卧业呢 你到三卧道去消 那三善道 三卧道从哪来的 业力感谢的 没有这个东西 你有卧业 他就有卧道 你起什么念头 就会献什么地狱 很奇怪 你在佛经上 你在这个道教里面 就找不到那种地狱 现在居然的时候 这些灵媒透露的时候 有新的地狱 过去是没有的 想什么 想什么 那为什么不天天想阿弥陀佛呢 为什么我就想极乐世界呢 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 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不就现前了吗 这个重要啊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 学了佛之后 也想回归到真念 念能力 念道德 念因果 念 诸佛菩萨 阿弥陀佛一正转眼 我们这个世界 可以救 没有问题 怎么可以救法 明天再给诸位报告 今天时间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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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